在我国历史上,有这样一个人,凭一己之力,将爱国忠贞和史臣契杰演绎到了淋漓尽致,在长达十九年的风餐露宿,被流放到杳无人烟的苦寒之地时,他面对威逼利诱,持汉劫不屈,饮血交瞻,孤身一人在漫天大雪,寒风刺骨的环境里,唯一与他作伴的只有一只精解,也正应了那句胡杀不搁汉家天, 义劫坚持十九年,他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和忠贞不屈,不仅使其民主当时,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他就是民族英雄苏武本期视频,让我们一口气看懂苏武的一生。 苏武,子子清,杜林人,父亲苏建,曾三次跟随大将军魏清,出击匈奴,立下斩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